3.8下半的流水可谓是寄中之计 确切的说是整个3.8卡池的流水成绩都是非常失败的 创造了原神开赴三年以来 头一次上下半卡池均未能超越某阴的情况 可见大家的抽取热情有多低了 至于为啥是某阴 我是想说它的流水很稳 而且很高 散兵星海池子抽取比例几乎微一比一 第二位流水虽然有所上升 但也就是略微超过白竹甘雨池子而已 甚至就在27号一早就已经被逆水寒给返潮了 可以说非常的不尽如人意啊 果然还是因为隔壁水龙银撕裂了新海肩膀吗 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同为版本末的最后一个大版本 3.8和2.8的差距为啥这么大 复刻之前散兵的呼声不是很高吗 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呢 如果你说散兵星海前有万叶后有中离 那么2.8下半的消宫单卡池复刻 同样上有万叶下有中离 飞雷快跑的还是垃圾顿剑 流水也能超某阴27个小时 该如何解释呢 我个人觉得隔壁星铁对于原神的冲击真的很大 任卡池的流水还是非常炸裂的 而且跟3.8下半没差两天 两边都玩的玩家几乎没有多余的银子 再投入到原神中了吧 光看大世界体验 能代替散兵星海的角色也不少 如果只是单纯的追求强度 就更没有必要强出他俩了 再者说了 这武器时看了都让人挠头 四星陪跑也是扎的可怜 就算想要捞零的都没心情捞啊 再来就是4.0对于原神玩家的诱惑真的很大 备战风单是最大因素 如果不出差意外 正如我之前预测的那样 并且还有试水风单新机制的林尼 再加上人气很高的公子 可能也会复刻 真的很难让玩家在3.8掏空自己的钱包 即将三年的游戏 处于一个大版本末期 萌新玩家少的可怜 老玩家该抽的也都抽的差不多了 新玩家上来抽个散兵星海也等同余计 也不排除散兵的人设问题 以及强度问题 导致大家根本就不想抽 虽然大世界体验很好 但零命的散兵必然要防死发洛山和班尼特 而且生意物很难刷 命座专武提升又极大 说他是命座战士 过分吗 不过分 飞满命啊 深渊强度真的很堪忧 对于平民玩家来说 实在是太全退了 同样的付出 给雷神公子胡桃削公 我问你哪个不起飞 各方面的因素造就了这次的流水 总之记一下也好 整播好4.0 米哈游就直接给我们献祭出一波 自全五星收卖人心呢 关注老李富弥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